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课程主要来探讨 有关自动化系统的一些眼镜符号的表示法 以及它器块图的一个表示法的一个意义 我们可将自动控制的一个作用路径 分成好几个片段 这个片段具有完整的功能或功用 我们称它叫做原件或是组件 以器械工程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称它做构造原件或做构造组件 以功能来考量 我们可以称它叫做传输原件或是传生组件 一个原件既有一个或多个输入信号 将这些信号加以处理后 变成一个或多个的输出信号 为了连简单的表示各原件间的相互作用 长影符号或是标志来代替原件或说明它的意义 那下面那些图整理出来几个空间期间的一个调整器图形的一个符号而已 那一个三角形的这个代表调整处就是调整颜件 那这个一般正式表示法就像中间的第二个图所表示的 那如果调整器当辅助能源中断时退回最大能量流或质量流的一个位置的表示法 那这个呢 第一个图呢 这个呢 第一个图呢 调整器当辅助能源中断时呢 退回最小能量流或质量流的一个位置 那中间这个图呢 意思呢 代表说调整器当辅助能源中断时 仍然保持在原地不动 好 第三个图呢 调整器当辅助能源中断时 维持原来的位置 但允许渐渐向箭头的方向移动 前面几个图呢 只是大约几个参考的图来 不代表是全部的一个图了 那我们呢 一般呢 举这个例子呢 我们呢 压力差呢 显示这种控制呢 我们呢 用符号来表示呢 它的意思 也就是说 在功能示意图呢 之代码顺序如下所表示呢 其中呢 每一个字母各有不同的代表意义 就像以这个 D P D I C 那这个P呢 第一个代表是压力 那 D 呢 代表是压力差 那个X R 的意思 那 I 呢 代表显示的功能 那 C 代表控制 其实这些字母呢 都是从英文字母呢 其实第一个字母出来的 就像呢 这个方例的 T I R 5 那 一般我们用的这个符号呢 圆均线呢 代表 一般纸径大概10mm嘛 这一公分大小的一个纸径 那 T 代表什么? 温度 那 I 就是显示的意思 那 R 这 Recorder呢 这个记录的一个意思 就这一点呢 我们就标点第五个点呢 这一个我们要做什么? 做温度 显示 以及记录 那一样呢 这个下面呢 这个图呢 代表 水过滤前的水压 P 水压的编号 为第15个两度处的两度感测器测出 台语外面要做什么? 显示 I 我们看了 P I C A 第二个字母 I 另一方面呢 控制 C 当压力超过设定之间的限制呢 您发出警报 A 代表 Alarm 这一个英文字母 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样我们就很清楚 这一点呢 它的功能要做什么用 好 同一里呢 这是一个实力啊 一个容器 它的压力及异味呢 在凉度处呢 显示出来 像是前面呢 这个 P I 压力呢 显示 像下面 L I 就是呢 所谓的异味的一个显示 好 像这个实力呢 也就是过滤器之前后压力 中间呢 这个图呢 中间那个符号就是过滤器的意思 就是啊 总流量及流量的变化过程 在凉度式呢 显示与记录 像 P D I 代表压力呢 这一个差呢 这一个显示 那 F 呢 就是容器量的一个显示 那 F 呢 就是 当所谓的流量的一个显示记录 好 那这个例子呢 表示呢 在压缩基金呢 是输出气体压力 在中央控制式记录 轴层温度呢 在分控制式显示 及中央控制式记录的意思 P R 就是压力呢 在一个记录的这个部分 那 M 这只是马达 那马达呢 就是这边呢 温度 T I 显示 还有 T R 温度呢 记录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就要探讨了另外一个 区块的一个线路图啦 区块的这个线路路线图 那计算操纵与自动控制 设计自动控制圈 或检讨基本作用过程时 上面所说明的组件过照图 或功能流程图呢 太详细 太复杂 使数学上的计算重点 不会掌握 也计则上重要的是 那我们下面两点 第一个 何种输入量呢 在组件中变化何种输出量 指的就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这个叫静态特征 那这种变化关系随时间的情形如何 这个叫做动态行为的一个表示 就是输入与输出 在动态行为上的响应是如何 输出量与输入量之间的一个静态 及动态关系 也可以用心道流程图来表示 也称为区块先入图 或简称区块图 一个区块可以代表一个区间 一个机械元件 或是一个构造元件群 一个构造的部分 整个系统 或以构造的部分无关的功能关系 以仅既有单输入与单输出之区块 预计规定 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功能作用 方向由箭头来表示 输入信号 我们用SE 影响到我们输入信号 用SA 留下图来表示 用在一个区块 代表区块 就代表一个元件 或是组件什么 在里面它的功能 那输入是SE 输出是SA 他们之间的关系 都在里面 我们表示出来 就像这样的一个例子 一个系统 我们这样子来表示 像这个管路前 变化前压力 经过管道 压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那过滤器 这个随量的变化情形 然后产生压力差的情形是怎么样 像这个马达 经过电压 就左下角 不会电压通过马达 会产生转速 那转速会通过 所谓的传动齿轮系 做减速 然后透过走 走来压我们的滑 来控制管道里面的流量 用这样的一个方块图 这样子来表示 这是一个简单的压力 一个控制圈的部分 那之间呢 我们怎么描述呢 各区块中所代表的元件 其输出与输入间的关系 一般我们可以用维农方程式 传输方程式 TJ响应过渡函数 跟轨迹等来表示 以便计算整个 自动控制区间的一个传输行为 就这样子来表示 这种表示方法 就像这个SE输入 经过我们的区间关系 就是我们区块里面所表示的 当然也可以用这个 经过喇叭转换的一个关系式 来表示呢 也可以就像下面这个图 的表示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用它的曲线 来表示SE跟SS 这样的关系 就这样的一个 类似一个对数指数的一个形式 那下面这个图呢 也是SE 类似一个扮演型的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曲线关系 那下图呢 我一个开口链的一个作用流程 转换成 区块的一个进入 有一个说明 假设我们一个操作设备呢 在前面呢 它进来现在 就有一个E1的一个干扰 还有W的一个输入 然后最后呢 产生一个OI的输出 来到我们的操作区间呢 送到我们的操作区间来 那操作设备 当然会有另外一个干扰 D2 然后最后是它的输出X 就像这样子 一个区块的一个表示方式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它操作设备什么 操进什么 这个呢就是后面的 在说明的部分 这个也是一样 一个闭口圈的一个作用流程 其输出量均匀 回收 这是一个回收的一个表示法 可以再以输入量也比较 以调整输入自动控制区间的调整 变速输出 同样前面一样 只是跟 这个因为有回收呢 我们是自动控制设备 那控制到对象 你叫自动控制区圈 那X的输出 我们再把新浪 拉回来 跟我们的输入 W之间呢 可以做一个比较 当然呢 两个输入的干扰 因为R 一个是S的部分呢 也是输入的一个干扰 那下面呢 也是一个呢 新浪图呢 做内部回收的一个操作链 这个部分呢 就是 它内部是自动控制区间 那外部呢 它有一个输入 也就是说 我输入W进去之后 然后送出一个信号出来 跟D1干扰呢 经过呢 这个方块的关系是 一个W2呢 做一个输出 那后面的部分呢 只要W2的信号出来 我们后面的自动控制设备 以自动控制期间呢 自己构成一个 有回收的回路 当然这里面呢 还有所谓的 D2 D3的一个干扰 然后送出我们一个输出 另外一个期间呢 最后才得到一个 SA的一个 输出的一个关系 从这课程里面呢 我们呢 可以看出呢 整个 我们对于在一个 操作自动控制的部分呢 我们呢 对于区间的表示 当然呢 一开始 我们可以 针对的一些 里面区间的 或是一个 量测的一个符号呢 用 这一个呢 字母呢 来表示 它的量测的一个意义 那另外呢 我们对于区间的表示法 在这边呢 各种不同的方式呢 在这边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明 谢谢 是的 有一点